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主教教區的小舞台 我是Shirley 曾淑儀 今天我們iTalk的嘉賓就是譚嘉盈Esta 大家好 Esta在南華中學是一個校目 其實在學校工作 經常都見到很多學生 還有書本 今天既然來到書展 不如Esta也說一下 平時你有什麼書是很喜歡看的 或者來到書展是一定會買的 我猜第一就是跟一些青年人有關的書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學校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會介紹一些書給年輕人看 當然你說很學術的書 小朋友未必有興趣 可能是一些勵志的書比較多 很多時候我經常都會跟年輕人說 一個人好不容易有夢想 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遇到挫折 你都敢向前走 我特別會看有幾本 其中一本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女》 這一本是我經常都推介給年輕人 也是長期放在我的房間 當有年輕人想知道 多一些去沉迷夢想 需要一些什麼的力量和元素 我都會介紹這些書給他們看 但有時候在學校做目工 還要介紹書給同學看 會不會有些困難呢 同學打算跟你聊天而已 學校已經有很多書本要看 我進來跟你聊天 你還要介紹很多字的書 有些什麼提示 可以鼓勵到年輕人去閱讀呢 我想第一步就是 都要了解他們本身的興趣 例如 我的學生未必那麼喜歡字的時候 我會選一些 初期選一些少些字 可能有些像漫畫 漫畫形式的那些書 讓他們有些興趣 坐下來試試看 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 我會跟他們談談當中 都介紹一些書 他們自然就會聽得到 為何你經常都提起那些書 都有興趣拿來幫忙 剛才也提到 Esther在學校做校目 我經常覺得這個名字很漂亮 在學校裡面 好像做一個牧羊人的工作 其實工作和一般的學校社工 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不同是 除了關心學生之餘 都可能在靈修上面 會提供一些地方 給他們想一下 我學校就比較特別 很多同學未必那麼喜歡讀書 但其實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天賦 我猜做一個校目 除了跟他們說有關信仰的東西之外 我都會很著重跟他們說 可能是一些心靈上的培養 即是香港很吵 很多很繁雜的東西 或者經常都上網 我經常都會提供一些地方 或者一些想法給他們 就是你心靈上的滋潤會更多 例如我在學校 我就有參與一些心靈教的計劃 其實我也會幫忙 可能會教學生打坐 是中一到中六都要打坐 對於他們來說 會不會很難呢 是一個他們應該很活潑 很喜歡好活動的時期 你要叫他們靜下來 不說話 初期都是這樣的 特別是中一的同學 就是你跟他們說打坐15分鐘 就是好像聽到想殺了我們 不是吧 你要坐在這裏 15分鐘不動 但其實慢慢一個背 去到中四 中五的同學 其實是45分鐘 他都做到的 還有同學 特別是考公開試那些 你會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靜下來 其實都讓他們去想一想 其實自己前面的路 怎麼走 還有將讀了的東西 一些煩的東西都可以沉澱 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是 知道你服務部的學校 就是一間天主教的學校 但是其實同學仔 又未必個個都有這個信仰 中學信仰的背景 那又怎樣去推動呢 有時候有可能 家長雖然放得他下去 一個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但是自己家人 又可能有另外一些信仰 那又會在全福音方面 又會有困難呢 都會有的 不過我最困難是 你很難說 一開始跟他說 天主講的什麼 聖經講的什麼 這個是真的困難 那所以我就 可能你看到我樣子都比較 就是耗動一點 耗動 那我是比較用活動去入手 就是例如 其實我在學校教雜耍 初期 第一 即你是耍得下的 是耍得的 就是我去玩扯鈴 轉碟拋鍋 那些 那初期就是 將這些那麼新穎 他們還未接觸過的遊戲 帶進去 那我剛才就是跟一些 方溫的同學仔玩 那開始慢慢 其實我覺得最基本 就是你要跟他們建立一個關係 你有這份關係 你需要跟他們聊天 那他們慢慢跟著跟著 那因為我都會有要求的人 就是我不會說 容許你玩完的東西 就丟掉了 走了去 約了那天練習 你走了去 就是他們知道我這些 就追了他們九條街 就是你為什麼不來 就是我覺得這些很重要 就是一個培育 那所以其實一開始入手就是 我會跟他們打籃球 跟他們玩雜耍 做一些有興趣的東西 有興趣的東西 我猜是先建立一個關係 我想他們一年多 就很需要一些 關心他們的一些同行者 那當他們相信你這個角色 就是培養到這個感情 真的 的時候他們很容易 就是他們會容易 將他們自己的想法 或者一些擔憂跟你講 那其實我現在 有校有舞蹈班 都有六個小朋友 那其實每年都有 兩三個兩三個零勢 那其實這班小朋友 特別是這一年的那些 他們是玩雜耍式的 那一直到現在 就是問他們 可能他們都跟我說 我不是很興趣讀書 但是我很開心 就是其中一個小朋友 其實他今年中三 中一學雜耍 他其實是一個很靜的小朋友 他沒有什麼信心 那我經常覺得 不是一定要說話厲害 讀書厲害 才可以有信心 其實每個人都有天主給他的才能 我覺得 這個同行者 需要幫他們開發 給他們發言 那小朋友 原來玩雜耍不會厲害 那結果我鼓勵了他很久 叫他去教人一試 那他今年剛剛七月 拿了全港青少年雜耍的額 就是為我是一個 我也是一個鼓舞 就是大家互相學習 互相分享的過程當中 原來這些 可能是我自己一些 希望成功的方法 或者幫到的方法 原來是真的有些成效 但是你其實自己 又怎麼會開頭 有學雜耍這件事的呢 其實都是 因為我人性格很貪玩的 我看見我樣子 會知道什麼都想試 那我是其實 之前一間學校 就找了一個 教師 教練 他本來叫他 來教的 那我就 我當然不執書 學生學 就跟著一起學 那就學了 就學了基本的 那其實這個小朋友 拿到獎 已經不是我教他了 那些東西 只是開了個頭 開發了一些 他喜歡的東西 他的興趣之後 慢慢令到他 因為我會幫他們 找一些義工服務 就是我覺得 你有這個才能 不是收馬給自己 應該跟人分享 那我就會帶他們去老人院 智濟人士中心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屋邨的表現 讓他們慢慢 越來越大信心之後 他們其實就會自己 有一個動力 就是去自己想學多些 那這個小朋友 其實到最後是他自己 上網學 出去找一些團體繼續玩 是他回來搞我 現在是 而且會增加他們的成功感 就是在課堂上 他未必會在讀書方面有成功感 是 剛才Esta說得很好 就是天主都會賜給我們 每個人不同的才能 Esta 你覺得天主賜給你的才能 是否就是你 好毒 好喜歡玩的性格 令到你可以幫助到年輕人 投入到他們的世界 都是 我覺得我是好奇心很強的人 那樣東西 我一見到我不明白 我一定會問到 或者一定要找到答案 是小朋友的性格 是 我會問 現在上網很方便 我一定會上網查 是 還有我喜歡玩 是甚麼都想試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 很喜歡到處去旅行 就是世青之前有參加 另外自己都會在世界各地到處去 就是背著背包 就去 因為我好奇心很強 我想看這個世界 是 我很想把這些經驗都帶回學校 給一些小朋友 給一些年輕人 那我這個性格就是 我這麼喜歡玩 所以我是很容易跟年輕人一起 是 是 我會跟他們打籃球 踢球 跟他們行山 去旅行 我全部都會跟他們一起去做 你都要很精力無窮才行 對 我想是因為我真的太貪玩了 那你現在就做著牧民工作者 已經是對著青少年做著服務 但我都知道你與此同時 亦都在進修著 就是在讀MSW 就是社會工作的碩士課程 其實有甚麼令你有興趣去進修呢 其實兩樣的工作都很相似 其實可能讀完MSW 都類似做同樣的工作 會不會 我猜是 可能是我做木工的時候 剛才都在問究竟社工和木工的分別 分別 我猜是可能在信或者靈修上面 我不可以說我知道很多 但可能我比較多的經驗 就是之前一直都參加青年活動 有幫忙 但當其實跟年輕人建立了關係 剛才都提到他們可能會把自己的困難 或者甚至是他背後的一些情況等等 他會告訴你的時候 做下去會覺得有些位置好像不足 希望讓自己有更加進步的空間 這個是我第一個想讀社工 就是我猜社工其中一件事 都可以幫到年輕人去一個發掘 開發和跟他們一個溝通的橋樑 另外第二 我自己本身對一些公義 其實我自己的爭取都挺強烈的 社工在另一個位置 讓我看到其實它本身的價值 就是公義的爭取 怎樣去讓社會更加平等 我覺得這個其實跟我們的信仰都很接近 為我可能將來的發展 除了下目之外 我覺得社工也是一個的立法 甚至乎我在社工那邊走的時候 會不會都可以把我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價值等等的東西 在年輕人上面可以幫到他們多些 找到他們的方向 剛才之前 正式iTalk之前跟你聊過 其實再進修 讀書來說 對Esta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 你都很怕看很多很多的文字 特別是英文字 是我真的搞不懂 因為其實我看英文字是會跳韓 跳字 那些字會認錯 例如A、O、E 我真的做很多的文字 即是密書是吃蛋的 對 我小學是密書吃蛋的 英文密書有幾次 鳥草又不是很寫到 所以特別看英文 我是辛苦的 真的辛苦 不過我覺得當一個人 有些夢想 有些目標想去走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付出一些努力 這個都是我經常跟我的學生去講 我經常說這就是我的例子 告訴你 對 你可能覺得看書很辛苦 我也明白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份同行會強很多 我跟他們 我看到Esta今天穿的耶穌衣 我當然也買了一件 是否你們有份設計 是關於一個叫做木人行 這個叫甚麼 又不是一個店 一個網上的店 可以Esta說一下 其實木人行是幾年前 幾個年青人坐在那裡 就在那裡想 其實為天主教的青年的木人發展 除了可能木工 或者青岸的一些活動之外 會不會可以用一些手法去表達 剛好我們那堆的年青人 有些都是做一些設計的工作 有些可能在學校服務 我們當然就找神父去談 我們有甚麼想法 年青人就膽粗粗 就甚麼都想事 就找了金神父 金寶為神父 我們談就說 我們想試一下 藉著一些年青人的設計 去做一些福傳工作 我們那時都覺得 我們的創意 會不會可以為天主教 帶來一些新的氣息 氣息就是 原來年青人去做福傳 用這個手法都做到的 不單止是活動 不單止是入學校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那金神父就很支持 他就找了恩人 就可能給了一些資金 我們去開始試 初期我們就去做一些設計 可能你看到這個耶穌堂 就是很初期的一些設計 就是想用一些可能 簡單一些的圖案 去表達到信仰 那有些我們除了這些文具 我不知道可能 有些人都叫它萬事記 是的 那這些就希望用一些生動一點的實法 將可能來一些聖經的金句 一些信用的信息 打入我們生活 隨處可見 這個是我們最初的想法 還有我想以往 就是我自己是教友 有時都會看回 我們都不太多產品 就是在天主教來說 好像都是比較少些 就是相對於其他的宗教團體 那會不會這個都激發起你們 做多些不同的產品出來 這個都是我們見到的情況 就是有時都會見到 會不會有些可以活潑一些 有趣一些 或者是年輕人的感覺強一些的東西 可以吸引到年輕人 特別是入學校 其實除了 就是我做校目 很清楚 就是除了一些很program式的東西之外 其實可能一些硬件的東西 你的配合其實會更加好 就是例如可能在學校的佈置上面 甚至可能在學校有些活動 一些禮物等等的東西 原來都可以跟信仰有一個關係的時候 他們會更加容易接觸到 他們更加容易有興趣去問 除了這個蠻子夾 或者你身穿這個耶穌衣服之外 在牧人行還有些甚麼特別的產品 就是你自己 那時設計做出來都很驚喜 比較驚喜 我們其實有做過類似一些 念珠的鎖匙扣 即是玫瑰環 是很可愛的 因為加了一些很方便 就是像鎖匙扣 小時候 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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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際上都說 就是要多種形式 例如念玫瑰經的真正的意義 背後還有些甚麼 另外就是有一本聖經的Memo Memo Pack Memo Pack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雖然整本黑色好像聖經仔 打開 每版都有聖經的金句在上面 可能大家寫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些金句提醒新門 這兩個是比較 我比較印象深刻 過往都知道 無人行的產品都會在書店賣 但今年就好像沒有推出產品 是嗎 因為其實兩年前 我們做了兩年 有兩個全一的年輕人幫忙 我們是其中一個 但始終可能在營運 資金上面 都需要一些多些資金 還有我們都想 可能會不會我們真的太年輕 那時候我們都適合讀完書 不懂做生意 真的不懂做 我們都想反而是 給自己增值 去看看這個世界 那做設計的朋友 就真的去了來做廣告 去做一些freelance的設計 希望藉著增加多些經驗 我們希望可以再回去木人行 再一起 就是再看看有沒有一些 新的方向發展 那現在要買回你們的產品 是有難度的 是嗎 我們都有一些記賣的 例如你加糖 零火 我們都還有記賣 有記賣 不過就不多了 是的 還有我們在想 其實很感謝這裏的邀請 因為這個邀請 讓我們幾個年輕人 再聚回 一起 是的 我們再談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可以再做呢 雖然我們現在各自各 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們都在想想在網上的平台做多些不同的設計 這個是我們很初步 希望木人行再起步的一個想法 我上過你們的Facebook 都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很吸引的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Facebook 是不是打木人行就會找到呢 是 打木人行 在Facebook打就會看到 就找到我們的Page 是的 木就是牧羊人的木 是的 大家不要搞錯 每次在木頭的木頭 找的都找不到 是 牧羊人的木 就是牧人行的 就會看到你們的不同的產品 也可以去到你的行業 等等的地方 去看一下 買一些過往的設計 希望明天再多新設計 是的 好 剛才Esther也提到 自己也很喜歡背著背囊 周圍去旅行 也知道你去了很多屆世青 去過哪幾個地方的世青 去了2000年的羅馬 05年的德國 澳洲 08年 11年的西班牙 是的 這幾年是有的 02年就是在香港 幫忙搞臨港的世青 是的 今年就沒有去了 就來到這裡了 沒錯 其實去了這麼多不同世界各地的世青 你自己有什麼得著呢 從個人來說 你覺得 我最大的得著 反而是2000年 因為那時候 剛剛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 特別是去羅馬 去梵帝國 那個普世性很強 看到 還有 對這個信仰的追尋會強了 當看到教宗 也看到 哪個年輕人都這麼著迷 很煩惱 很激動 大家 還有其實整個過程是辛苦的 都真的辛苦 可能背著背落 可能要走10公里 20公里 這樣走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大家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就是為了同樣的信仰 那個反省很大 就是信仰又為我是什麼一回事 是不是只是搞活動 還是 其實都是一些追尋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那次之後 我是著力了幫忙搞青年牧民的工作 可能在唐區 在鐸區 那時候就進了鐸區青年組去幫忙做一些活動 那一屆是很深刻的 如果你說近期 即11年去西班牧都很深刻 因為就已經再不是一個參加者 就是搞手了 幫手了 拜團 應該是跟昨天阿博士一起搞的 那一年 阿彭博士 所以我那時候認識了他 他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那時候一起搞的很不同 因為你是帶著年輕人去找他們的信仰 那個感覺就很不同 好像沉根 但是那個感覺就是你怎樣 將你自己的經歷 我可以跟別人分享 這份的分享就是 我也是身貨相傳的 信仰是需要分享 還有一個團體的支持 這樣會見到更加全面 我自己就沒有去過世青 但是有時候 譬如去到其他地方潮城 見到其他地方的一些年輕人 或者朋友仔 他們好像特別不切 或者是虔誠 自己都會多了很多反省 你自己這樣會不會 那會不會有特別呢 我記得2005年我去德國 我住在一個host family 是有姐姐和弟弟的 其實那時候 有些少許雞同鴨說 因為他們只是說德文 但其實就見到他們很熱情 就是那個款待 還有他們 就是來帶我們回聖堂 我會見到很多 就是跟香港很不同 就是可能他們對信仰那天的追求 而最特別呢 其實我本身跟他們有保持聯絡 但是可能大家看 你知道一看 我們那時候很傳統的寄信 有兩年就沒有找大家 但是有一次我突然間收到 一個E-mail 是媽媽 就發了E-mail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那兩年都沒有聯絡 又不需要特地聯絡 除非你說你來香港玩 那又不是 那原來他是說 他在德國原來交通熱愛 差點過身 是 那當他在這個經驗裏面 他突然想起 原來很多人生當中 即見過的人 他都很想 就是還有一次聯絡 就是這個聯繫 是說 原來大家在信仰的互相支持 甚至在生活上的互相支持 那結果呢 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們就保持聯絡之餘 我之前還有一次特地去探討他們 就是這個經驗很深 就是原來信仰這個東西 除了個人之外 其實原來大家互相的聯繫 是會帶來一些不同的衝擊 是 還有那個成長 還有 就是有時候好像壞事變好事 就是因為他這一次的意外 令到他又可能對於他來說 生命又有另外一些的看法 是 剛才聽到Esther 都在學校做牧民的工作 都有很多成功的個案 就是這些年輕人 可能都是還氣的 但是因為通過你 又認識了天主 甚至乎會參加舞蹈班 領洗 但是有時候 現在跟很多現在的 一些公教家庭 那些父母聊天 他們都說 都很難跟自己 年輕的一代去做福傳 很多小朋友 就可能跟他們回聖堂 跟到三四五年級 就大過一些有自主的 就說 不想回來 這麼悶的 所以信仰就開始疏離少少少 那Esther又有什麼建議 給一些公教家庭的父母呢 就是對於年輕人 而她們已經嬰兒另一趟 都人參加你們 但開始已經淡落 噢就怎麽辦呢 而應該呢 應該要幾方面一起配合 我也想 家長 即是父母 我想當小朋友 後來看見家人 可能學家庭很虔誠 其實為他們有影響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跟他們的溝通 讓他們了解爸爸媽媽的信仰 背後為何我會對這個信仰那麼容易切 我都是需要給年輕人知道 不只是每個星期一起上聖堂 另外我猜是堂居和學校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年輕人 特別我現在在學校工作 我會發現年輕人很講求團體的歸屬感 他自己一個其實從來都不會自己 自己無緣無故一個人走過來找我聊天 可能是剛好一班朋友 我一向不怕面膜就走下去就吹嘴 叫他們 這樣 那時候他們就看到一班人 他就會肯跟你聊 可能藉著組織組一起玩雜誌也好 打籃球也好 那個團體這樣強 他們就願意留下來去聽多些 我猜特別在堂居是很需要做這個培育 因為其實完結了朱日學 都要想到年輕人都需要一些聚腳的地方 當他們有一班的朋友 你問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有一班朋友一起回聖課 我每個禮拜都回聖課 不知道是星期日的 可能是星期一 星期五 我都會回聖課開會 搞活動 暑假就一起回去玩 其實慢慢就會培養到自己回聖課 因為會覺得聖課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 更有學校也是 本來的教課是公教的天爵學校讀書 可能有天爵同學會 這些都是另一方面 是保持著他那份的生活 現在在學校有沒有搞天爵教課會 有啊有啊 不過天爵同學會就教課比較少 因為學校比較少教課 但是有很多非教課的 都會參加 對 我猜現在有四十幾五十人 好 沒興趣 因為他們可能在不同層面幫忙 因為天爵同學會 不只是搞遊戲那些 可能有讀經組 那些不喜歡玩的 可能幫忙也讀一下經 我接下來會開籃球 打籃球 籃球嗎? 怎樣籃球可以複存到呢? 我猜反而是在想 將一些信仰的元素放進去 例如你那份堅持 你那份忍耐 對呀 因為打籃球很辛苦 操體能那些 那我會就著 可能搞這些活動的時候 都會有些信仰元素 例如開始前 或是緣都會做一些分享 之前可能會祈禱 才開始給他們做 那慢慢養成 我站過去都會祈禱 還有怎樣跟人做一些分享 還有一些反思 那其實剛剛公開試放了房 我知道Astra面對很多學生 都未必考得很好的成績 那可能在書展現在 有些小朋友仔 都未必是 各個考得很好的成績 很順利 那你有沒有一些 什麼鼓勵的話 可以跟他們說 又或者有什麼途徑 可以找到更多的出路呢? 我看見學生拿著成績下來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跟他們說一句說話 就是 麻煩你想清楚 其實你自己想做什麼 我說成績放出來怎樣 可能這一刻你會覺得很重要 但如果你很清晰 例如你解釋你想做一個男路教練 或者你是想做一個老師等等 你會很知道自己的路怎麼走 我覺得每個年輕人 我經常跟他們說 有時候都會問我 那些小朋友 我說你有沒有來講爺梳 這樣 一進來就看到你 對 穿著爺梳衣服 還不是講爺梳 對 但我會跟他們說 除了講爺梳了我 我很想讓你們 每一個都去想 其實你自己人生的一些目標 還有夢想 我說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就有能力向前走 即使可能你今次 放火成績不好 不要緊 就坐在一起想方法 出路有很多 例如我的同學說想做教練 那你不一定要入到VU讀PE 那或許體式能教練等等 我就會幫他們 可能叫他們上網 自己試試找一些 然後幫他們分析 例如這個機構 是否真的可以拿到這些的牌照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 又或者有些是中三 已經說我不是很想讀書 那我也會跟他們說 你會不會有些興趣來想製車 那你就早點出去 去試試找這些路 我說當你去到某些圍 你覺得自己不夠 就像我這樣 我覺得不夠 我就會去讀書 這個是很自然的 一看多些書 那我覺得一定會 但是夢想是很重要的 現在你真的向你的夢想 都逐步很接近很接近 每一天都是實踐的 都是的 那我希望繼續 AESA在你的青年工作上 繼續努力 還有如果想大家知道 AESA和牧人行的最新動向 都可以去到Facebook看看 今天多謝AESA 謝謝